宗萨仁波切一篇重要开示 机具福德的三种训练 大家好 我是新元 这是宗萨仁波切一篇重要开示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三种机具福德的方法 这三种非常基本而重要的训练在藏文中被称为拉巴 我把他们的顺序倒过来讲 一 智慧的训练 第一个训练是拉巴西者一智慧的训练 它会帮助你们了解无常及其他许多实相 拥有智慧 你就更能体会 欣赏这些实相 而为了累积智慧 我们通过文 丝 修等方法来积聚一些银河源 比如你可以去参加讨论实相的课程 但这里的实相 不是指科学上的实实 或者什么食物是不是合适 我们讨论的不是这种事实 我们指的是能够根除痛苦 生起智慧的实实 那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也就是智慧的训练 要训练智慧 你必须习惯所谓开放的心胸 你必须慢慢地 慢慢地放掉一切顾忌 假如你仍受文化 种族 性别 观念或是佛教 印度教诸如此类的教 或主义的束缚 为了拥有智慧 你就必须超越这一切 你必须有开放的态度 但这有点困难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要不断 对你自己所下的结论 保持怀疑态度 我想说的是 你必须在谦卑和自信之间 找到平衡 而这两者的平衡 并不容易 你在研读佛教哲学时 可能听说过 佛教是最具批判性 最多疑的哲学系统 是最为无神论的哲学系统 佛教分析便利的目的 与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 完全不同 否定一切不是佛教的目的 不过你真的必须试着 超越所有文化上的束缚 这很难 因为所谓的客观 其实还是主观 你终将只选择你信任的 所以实际上 做决定的人仍是你 我们来简要地谈一下智慧 典型的佛教智慧是 一切都是空性 同时 外显不造成任何障碍 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镜子 会在镜子里看到你自己的脸 镜子里的脸并不真实存在 它不是你的第二张脸 它不是真实的 但问题是 只有你的脸会反射在镜子里 当你看镜子时 你确实看到自己的脸 而不是一个杯子 一本书 或是任何其他东西 可能有人会想 假如这是幻觉 那么反映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一团混乱 可是它却井然有序 如果你移动你的舱 它也跟着动 这让你忘记了 它是不真实的 依据佛法 这就是一切事物运作的方式 对你们来说 我坐在你们面前 对我来说 你们坐在我面前 这就像镜子里的反射 空与显同时存在 因为我们在谈智慧 所以我提起这个例子 讨论智慧并不容易 二 三魔的禅定的训练 第二个训练是 三魔地禅定 禅定是累积福德的 另一种训练 或另一种方法 禅定会带你接见实相 但不是所有类型的禅定都可以 我们讲的不是 欣赏西洋这种禅定 近来很多人 把欣赏落日余晖 或者聆听配上鸟周灸的 贝多芬交响曲 当作是禅定 但西洋禅定 不会带你接见实相 只有以智慧为基础的禅定 才能带你接见实相 在此我要小小颠覆你们一下 现在我常见很多人 偷了佛教的点子 不要回想过去 不要依测未来 安住在当下 但他们却没有把功劳归给佛陀 或佛弟子们 对当下的讨论 各位知道吗 就算你善于不住过去 不住未来 安住当下 但假如你不了解空一线 当下禅定就如同西洋禅定 一样没有用 我是说真的 不过当然 这样的说法 心起来很有异国情调 很深奥 安住当下 听起来很棒 当然罗 可是如果你不了解空一线 它就完全没用 为什么要安住当下呢 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当下这个东西 它完全是假的 从究竟上来说 佛教徒不相信时间的存在 当下是时间 所以它也不存在 要我说 相比来讲 还是西洋禅定好 至少它给你一点忧伤的感觉 可能还能晒一身黑亮的皮肤 所以禅定训练 必须有一条好的 完整的道路 禅定训练 要成为合格的创造福德的机器 必须与第一个训练 以智慧的训练一步相冲突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往往被禅修的种种仪式 转移了注意力 以为那比了解智慧重要 我们喜欢那些规矩 比如身体坐直 至少这是我们可以感知到的 这里顺带提一些典型的佛教禅修 在众多禅定方法里 有两个是指和观 相信你们已经听说过上千万遍 所以我用几句话做个概要的解释 基本上只是个轨迹 而观是生意 为了要做生意 你需要耍些诡计 因此指和观都是必要的 祭天大师刚出现在我脑海里 所以我得提一下我想到了什么 根据那些伟大的大乘导师的教导 佛陀好比是医生 而我们如同病人 患有烦恼的情绪疾病 当你生了一般的疾病时 比如头痛 就只有你受苦 可是当你有烦恼的情绪疾病时 不止你受苦 你同时也让别人受苦 这其实是他们引用祭天的话 对于一般的疾病 我们有许多药物可用 光是治疗头痛的药就有很多 但治疗烦恼情绪的药却极为稀少 事实上只在佛陀那里才有 也许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 许多灵性修等 也在讨论能去除这个情绪之病的药方 还有像是爱你的邻居等方法 但是只有佛陀找到了烦恼情绪的因 也就是我执 因此也只有佛的教法能对治这种病 禅定的训练就是佛所开的药方 严格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当今人们所谓的禅定 多数根本不算是三摩地 大部分人以为 身体打直 不要移动 缓慢呼吸 这就是禅定 但那不一定是禅定 只是身体坐直而已 对于禅定 一个比较严谨的藏文用语是酿下 酿的意思是平等 下是不打扰 不碰触 顺其自然 我对《道德经》十分推崇 他开头短短几句 就说了许多关于顺其自然的道理 一切事物皆平等 没有所谓的好 坏 对 错 左 右 没有这些 所以顺其自然 不管你是坐直 道理 躺下 在吊床上摇摆 还是在墨西哥度假圣地 吸引龙舍兰酒 只要你可以坐到 酿下一瓶等 顺其自然 你就是真正在修禅定 三 戒律的训练 最后是第三个 一戒律的训练 这一条很重要 如同三魔地的训练一样 戒律的训练 也必须与智慧有关 如果你的戒律 与智慧无关 不论你做什么一项绕行多次 用绳索将身体完全捆绑起来 都不是我们这里所谈的戒律 我们讨论的是福德 所以我讲的是 积聚福德的方法 戒律和智慧不相冲突 这点很重要 如果一个持戒的人心里想 哦 我的戒律持守得很好 我凌晨四点钟起床 不吃鸵鸟肉 不杀虫草蹄 反而收养它们 如果你以此为傲 你守的戒律就与智慧无关 这种戒律会使你变得 像清教徒一样严肃而拒进 你因此会产生优越和自卑两种情节 譬如当你走在纽约的苏火区 SOHO 看到那里的妓女 你会产生优越情节 因而瞧不起他们 而当你看到齐内娇的僧侣 你会产生自卑情节 自卑不是谦卑 它基本上像是愤怒 你会努力在齐内娇僧侣的身上挑毛病 我们佛教徒就常常做这种事 也许不该说我们 实际上是我常常做这种事 我觉得齐内娇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它没能在这世界上兴盛起来 当我看见齐内娇的出家人 我极客的反应是 他们没有智慧 他们没有空性和明觉 而不是去欣赏他们细索 而狂热式的坚守非暴力原则 狂热的非暴力 你们听过这种说法吗 就金山有齐内娇的中心吗 你们应该上网查查 听说美国东岸有他们的中心 加州的比基尼对齐内娇僧侣 来说可能多得难以招架 我们再回来谈戒律 任何事都可以被当作是戒律 通常的建议是你自己规范自己 而不是让别人强迫你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去要求某个人给你戒律 你知道戒律相当于什么吗 就是誓言 誓言可以关于任何事 它也可以是很可悲的誓言 好比新年愿景 还可以是刚刚吃完很大一份意大利面 产生了罪恶感 于是发誓 从明天开始 我再也不吃意大利面了 可是到了明天你又吃了 然后你产生更多的罪恶感 这就是一种充满罪恶感的誓言 持有某种戒律来发展三摩地产定 并进而发展智慧 这是必要的 假使这个戒律的训练 还能利益他人 就更好 打成佛教尤其这么看 我要跟你们说 不要瞧不起微小的行为 也许我们没有能力 立一个像是不杀鸵鸟的誓言 但你有能力发誓在刷牙时 把水龙头关上以免浪费水 你可以发这种誓言 问题是 我们许多人认为这个誓言 是那么微不足的 我们不要发那种誓 我们要试着发比较大的誓言 比如不要有性行为 这样的誓言就很难了 哪怕只是每个星期三 不要有性行为都很难 有时没得忘记 不过老是告诉我 我发现你刷牙时 完全是有能力 我们许多人认为 这样的誓言 和灵性报道 关掉水 有个灵性的力 其实这个戒律 算不算是不信 完全在因你的动静 观看有多一方 如果你是曾经收入 并且发誓 每一次刷牙的时候 都要关掉 这个行为就会利益众生 这不只能帮助他们证悟 也有益于生态环境 还能帮助人类 受戒或发誓 是一个积聚福德资量的好方法 比如说 你我现在没有到处杀人 我们这样没有杀人 已经过了多少年 但我们没去杀人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胆量 没有时间 没有力气 也没有理由去杀人 杀人要花很多时间 你要细心处理全部过程 可是我们不杀人 有没有累积福德 没有 我们没有累积杀人的恶业 但也没有累积不杀人的善业 我们只是懒惰 佛教积聚福德的方法非常巧妙 只凭一个简单的行为 就可以积聚大量福德 如果你一开始就发誓不杀人 那么一旦发了誓 即使是因为你在睡觉 而没有杀人 你都在累积福德 这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积聚福德资量 就得发誓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积聚福德的方式 包括做大礼拜 以粉碎傲慢 做公养 以对质签认 忏悔不端的行为 以扰回我直的藏匿或住潮之处 随其他人 善行以对抗嫉妒等等 为了对抗错误的执鉴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 一请上师转法轮迫开始 以及请上师注释 然后回向福德 讲到这里 我想已经可以回答先前的问题 积聚福德资量是否太自私 答案是否定的 自私的我已经因为智慧消失了 这些就是我能想到的重点 很高兴我有机会能谈论福德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最后反倒没有机会谈论他 我要以两段话做结论 佛法的道路存在两项挑战 第一 有关实相的科学和哲学 在知识上非常难理解 第二 真正的实相 亦不是哲学讨论的实相 而是实相本身 一是如此简单 简单到让我们难以信任 应对第一个挑战很容易 你可以阅读书籍 问有关佛法的问题 只要你这样做 就会有所进步 第二个挑战很困难 这个挑战在于简单 你不能再依靠阅读书籍的方式 也没有人能教你 你会越问越糊涂 解决之道在于福德 当你具足福德 你甚至在心到婴儿的哭闹声时 会去想 哦 一切如是 整个世界也许会认为 你是个白痴 但谁在乎你 所谓什么都不在乎 其实也是对证悟的 一个相当好的描述 好了 这期视频分享结束 如果你认为对你有益 不予大家分享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